好在嘉宇这一家年米厂到卖工粮 这老板娘在东窗事发之前 到中表行她密集刷爆了15家银行的信用卡 购买7支银表总共是1000多万 最后带着银表浅逃出境藏匿海外 现在银行找不到人还钱举报提购 检方一乍七岁将她起诉 我们家出场最好的银行 介绍自家产品 米厂老板娘林璐陶陶陶不绝 留着一头短发的她瓜子脸 无关立体打扮时髦 还曾经被媒体报导长得像艺人张韶罕 但她去年在盗卖工粮弊案爆发前 潜逃出境藏匿海外 米厂老板林璐陶在潜逃出境前 就是到刚好市这间中表行买明表 在五个小时内狂刷1000多万 一天我看这么多客人 我从那边一中 中表行业者低调不愿回应 根据检方调查 林璐在去年5月3号下午3点 到中表行连续刷卡57次 有19次刷卡成功 一共买了肖邦劳力士等7支明表 价值1069万元 大家都喜欢天福 吃米就是一种福气 林璐刷报15家银行的信用卡 两天后搭击出境 留下一千多万的卡债 各家银行找不到人还钱 举报提告 检方屡次传唤 林璐也没到案 由于市政明确 检方依诈其罪将他起诉 并渐请从众量刑 记者侯顾文继剑红月方 嘉义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同不控口 박雄报道